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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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些生活記憶的品牌 但是後戲要找這些樣名就還蠻難的 因為真的都是已經有四年版本 十二年版本 那這些組裝我都是把一些我的作品 因為我寫過五十個文章 從三十幾年到四十分 等於是一年大概接近兩本的書 這樣出事 最近比較沒有做 那這個是我們1928年留下來的招牌 還蠻考舊的 都是用相關駁魚做的 算是一個勞古董 一個勞古董 那我比較 我稍微介紹我的著作 我早期的第一本書是這本寫台灣第一本 大概就我講過 我就寫台灣第一個飛行員 第一個博士 怎麼樣跨出台灣第一部的 因為它或許有些影響力 這個是我當初寫作的一個重點 那個 成立自曉得這本就是 我會幫韓世堅家族寫的是韓世堅傳 因為這一串把是我對歷史的一些著作 這個是我收藏的一些文件 一些文件 那另外這個是我做歌謠的著作 我在歌謠裡面出了七八本書 包括有聲的 這個是有聲的 還有一些著作 這個是歌本 這些很多 這裡面是我的葉宜的著作 然後我比較闖出當初的名號的一本書 就是台北老街 因為當年還沒有人做禮物室的那個年代 我就出了這本書 所以我們到現在已經有三十五年了 當初那個鐵路都還在 還沒有在地下跑 中華商場的忠孝仁愛 興和平都還沒有被拆 我寫的那時候的長項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當年還蠻重視的書 那這個是幾年前我幫玉玲寫的一本 他們在那個他們的那個那個 那個寮廣台賣的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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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所以說這個它有三種版本 韓文版 中文版 日文版 那這個言詩語是我幫他們弄的 我幫他們弄的 不過弄這個都是拿稿會而已 那賺錢都是玉玲他們在賺 好 那這是我幫他台大寫的義豪書 我剛剛也提到過 我為什麼會知道他們創意在我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委託我去寫醫療史的時候 我才找到他們的這個地下醫院創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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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